他不会杀娇 不会跳舞 不会吹口哨 不会爬树 他不会做的事很多 和他做的事都很棒 这张小鬼你喜欢吗 他叫小宝 我最好的朋友 我叫小野 小宝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现在每天都有小宝陪伴我 你也想拥有一个小宝吗 请你的爸爸妈妈关注 宝宝加油 微信公众账号 你也可以拥有一个小宝哦 今天我要讲的 植物大战僵尸 武器秘密故事系列当中的 奇妙的旅行 这是由金波爷爷创作的 在绿草坪上 一个小型的生日宴会 就要开始了 向日葵荣光焕发 亲切地招呼着大家 草坪上聚集着 这么多的花花草草 芬芳的气息随风飘荡 西瓜投手高举酒杯 向大家致辞 今天我们来为向日葵祝寿 我们祝他生日快乐 生活幸福 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之后 向日葵激动地说 我要真心地感谢大家 在我们以往的日子里 我们虽然经历了无数次的风险 但是最终 我们都能互相配合 携同作战 一次次取得了胜利 大家其实都明白 向日葵所说的 一次次取得了胜利 指的就是 一次次击败了 僵尸的猖狂进攻 在这个时候 无论谁都不会忘记 向日葵的功绩 他金黄的花冠 就是一轮太阳 他站立在大地上 生产着阳光 让每一个植物战士 都获得了营养和力量 宴会开得很热烈 大家欢聚一堂 一次次的碰杯 一次次的祝福 特别是大家一起祝福向日葵 天天快乐的时候 向日葵大声地宣布 我今年要给自己安排一次旅行 去一个最神秘的地方 他话音刚落 大家就七嘴八舌地问他 打算到哪儿 我自己都不知道呢 大家一听 又开始 你一言我一语地介绍 世界著名的旅游圣地 向日葵听了 连连摇头 他一个地方都没有相助 宴会顿时变成了讨论会 谁都认为自己推荐的地方 是最神秘的 可是向日葵都给否决了 西瓜头手拍拍自己圆姑姑的肚子说 不管你到哪里 我都陪着你 西瓜头手刚说完 忽然天昏地暗 飞沙走石 随着隆隆隆的巨响 一辆骑形怪状的车子停在了草坪上 向日葵好像被谁 推推桑桑地就上了那辆车 西瓜头手追了上去 想把他拉下来 但是他怎么拉 向日葵的身体就像长在了怪车上 大家一起拥上钱 想把向日葵救下来 可是谁也抓不住他 这辆怪车继续轰轰隆隆地叫起来 轮子离开地面了 眼看着怪车就要飞起来 西瓜头手一步跨到了车子上 时空穿梭机准备起飞 那声音好像来自外星球 时空穿梭机立刻腾空而起 向日葵和西瓜头手恐慌地抱在一块 时空穿梭机降落到了埃及的金字塔前 向日葵早就打算来游历金字塔了 今天他可是如愿了 难道时空穿梭机知道他的心思 他拉上西瓜头手走进金字塔 他们一走进金字塔 就感觉这里空气新鲜 身体也轻松了 每走一步都像要漂浮起来一样 向日葵望着西瓜头手 忽然发现他颜色变得更绿了 皮肤更光泽了 哟 走进金字塔 你更美了 西瓜头手看一眼向日葵 也惊奇地说 你看你金光闪闪 开得更茂盛了 就在他们互相赞美的时候 身边走过来一个探险家模样的人 他说 我也是乘坐时空穿梭机来的 我们搭扮游览吧 他们一起往前走 越往里走光线越黑暗 这时候啊 探险家忽然点亮手中的火把 在火光中 向日葵发现了这手持火把的根本不是什么探险家 而是探险家僵尸 探险家僵尸的火烧得更旺了 他把火把高高地举起来 追逐着向日葵 对向日葵放射出强烈的阳光 僵尸的火把显得暗淡了许多 把探险家僵尸照得身软头晕 火把越来越暗 眼看火光就要熄灭了 就在探险家僵尸不停的呻吟声中 从石像后面又走出两个僵尸 一个太阳神僵尸 一个法老僵尸 太阳神僵尸直奔向日葵走去 他用手中的魔杖 不断地吸收着向日葵的阳光 向日葵被吸食的花瓣都枯萎了 身体开始发软 最后竟然扑通一声跌倒了 在太阳神僵尸扑上去 就要吃掉向日葵的时候 西瓜头手抛出了西瓜炮弹 太阳神僵尸倒下去了 正当西瓜头手欢呼得意的时候 身上背着一个木棺的法老僵尸 走了过来 他用他的木棺抵挡住了西瓜头手 这时候啊 从石像后面又走出好几个太阳神僵尸 他用魔杖吸收着向日葵发出的阳光 没有阳光西瓜头手也渐渐倒下了 僵尸们叫喊着 跳跃着 他们自以为绝对胜利了 这不要决定啊 就在这时候 有个奇特的植物闯了进来 它旋转着 发射着多个回旋镖 把冲上来的僵尸都击中倒地了 可是大量的僵尸不断地从四面八方冲了上来 这个新的植物战士 它能够保护向日葵和西瓜头手吗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听 植物大战僵尸 武器秘密 故事系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